小麦聊天,想和大家聊聊天 今天想說一些開心事 想說說法哥 周恩發先生,我們很愛的法哥 最近浸會大學頒了一個 榮譽人民學博士學位給他 很長的名字,我都要提一提 表現他的專業成就和全球電影的重要貢獻 法哥和我們香港人一同成長 70年代成長,不是他出生,是70年代 他加入無線電視第二期訓練班 一路看他拼搏 我們跟著周恩發,就是法哥這個精神 我們見證了他的高與低 近年當然沒有低 一路都成為我想,小米心目中五個最重要的演員 就是以前我在小米港股都講過 那他是一個,我想是 就是做什麼似什麼的,是吧 所以很多有些比較,就是 就是波克的評論家,我可能覺得周恩發近年 就是有些退步 但是我其實就跟那些,有些前輩 我也這麼說,他的取態問題,是吧 周恩發人生不可能,我認為每一個演員都不可能 每一分每一秒都站在自己高峰,是吧 那個就是風,那個瘋子那個就是風,是吧 有時候天時地地人和,就是缺一不可 就是法哥,我想跟他合作無間的 其中一個戰友林領東就走了,是吧 那吳雨昕就,我想吳雨昕反而他現在都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阿蒋哥就不知道他近年 想拍哪類型的電影啊 或者他都年紀不小的,也可能那個拼搏精神 都沒有以前那麼強烈啦 那,法哥就是,我們大家知道 七十年代 她由Claire Fair做起 跟著就好像一部叫江湖小子 剛剛因為那個主角之一 黃韻才 不知跌斷你的腳還是跌斷你的手 我記得 跟著找了法哥做 就開始她的電視台的平暴青雲 跟著就狂潮 一路殺下去就下一個高峰 應該就是網中人 就相當高峰 李添聖紀魯器 親情 火鳳王 她和鄭玉玲是螢幕CP 到現在我想都是 我認為都是鄭玉玲 她都令到鄭玉玲高峰 當然可能互相都有啟發 我想都是 你看著鄭玉玲 鄭玉玲 人生也是這麼奇怪的 就算電視無敵 但你去到電影 其實她對於法哥來說都是 她都經歷過因為拍很多爛片 就是協理有些什麼 慈女啊 她和林建明都好像做過一兩套 總之做很多爛片的鄭玉玲 她也經歷過拍過 她都要等到鄭玉玲 都要一段都頗長 要去到八十年代 就是要去到英雄本色 八六年左右 才平無千雲 其實她加入電視已經十幾年 有時人生就是要這樣 有時 就是你八十年 根本八十年代 你都覺得鄭玉玲是 他做什麼像什麼 發哥做到好戲就不用說了 但是他都要等一個機會了 就是他 是吧 就是這個都是 阿馬哥當年的 是吧 就是他都不是說給別人說他厲害 他只是說給別人聽 他不見那個東西自己運發 就是他沒有理由 就是一個電視劇的皇帝 但是竟然去電影圈 就是是戰勝不了 但是他做事很好 但是當然 還有有心才花花筆伐 無心插漏漏成音 就是馬哥這個角色當日是 是氣少的 就是實際上這樣加氣之下 就成就了周恩法往後 就是這個發哥 以前我們叫他發仔而已 從此可能沒有人叫他發仔 我除了他媽媽 就是 就是我想 總之發哥就是成為了我們香港 史無前例 就是 終於到他那個程度是 就是 就是到今天就這樣說 我就沒有聽過別人不喜歡周恩法的 就是我有聽過 就是很坦白就是成龍 沒有發生的那些傻瓜的事情 都有人不喜歡成龍 我也聽過人不喜歡劉德華 或者不喜歡黎明 但是呢 我從來沒有聽過 可能不是很喜歡 最多都是對周恩法的感覺就是 是沒有那麼喜歡而已 但是 但是從來不爭 周恩法就有這種個人的魅力 是娛樂圈是我想是 我沒有先見過 就是其實娛樂圈是一個地方 就是很奇怪的就是 喜歡不喜歡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喜歡 就喜歡不喜歡就不喜歡 就是等於現在那個現象 就是那個ViuTV的MIRROR 那那個現象你喜歡就不喜歡 無所謂的 因為我們年輕過 我們都見證過所有 所謂 偶像是吧 那法哥當然 從80年代一直 沒有吳雄 當然他去過荷里活 我想 就是荷里活就沒有我們 心目中 那麼成功 他也有北上拍過戲 就是滿城盡大王金甲 是吧 拍過孔子 但是 或者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 卡穿一角 就是 就是我們都會 但是 但是反而你覺得 阿法哥 每次做一些類似港產片 就是可能是發 賭場風雲 就算是中中和黃晶 是很難的片 但是你會覺得 只要是 發哥拍的 你就會覺得 就是特別過癮 就是這樣選 就是 就是發哥其實那個精神就是 他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是吧 永遠的發哥你不會講些 不讓別人香港人 不喜歡聽的說話 也知道哪些說話應該講 哪些說話不應該講 這些真是 很少藝人有這麼高情操 最搞笑的就是 他自己這次說的 很小時候是進來那個社會大學 就是 就是他 就是出來 就是看著那個世面 是吧 跟著又去了無線大學 是吧 就是這個都是他講那個 就是小 小時候很窮 住南蛙島 那麼 三十幾個人 就是家裡有三十幾個人 住 住一間堂樓 逼在堂樓那裡 他很有壓迫 這些 這些就是典型 就是我想我們小時候都經歷過這麼窮的階段 是吧 就是這個就是 就是看著一個 發哥我想都是香港的一個精神 是吧 就是我想 就是今天都要 就是為什麼一定是小米講他 第一 我對他非常尊敬 雖然他未必是我心目中我最喜歡的演員 但是我對他 是覺得他是 就是至少是 永遠對香港人 是永遠沒有落井下石 就是可能他心裡有些表態 但是他都不會 就是講給大家聽 就不像有些 藝人就厲害不成這樣 這個就是 就是我認為一個藝人 應該有一個風範 最好笑就是 其實你嚴格來說 發哥不是讀很多書 你不讀那麼多書 都有這樣的境界這樣的修圍 就是因為他真的有去過荷里活 但是你很多演員都有去過荷里活 但是都沒有這個修圍 就是證明人有時候都不是一定 就是這個都很反指 人不一定讀得書多 才有這些修圍 是吧 那麼發哥就是 當然我不知道他還有沒有興趣 再繼續拍電影 就是會不會繼續 就是起碼一年剩一套 是不是港產 其實都沒有所謂 只是發哥 因為發哥是凌加 就是那種個人魅力 其實是凌加 就是這樣說 我想 中港台 我想每一個藝人的魅力 是比他更加大 就是如果你對於鬼路來講 可能成龍就會魅力大些 但是如果你純計中港台 我想應該沒有人給成龍 是不是 比法哥更加 就 就令人感覺是對他縮嚴氣敬 是吧 所以這次 就是浸會 大學 就是做對些事情 是不是 就是至少你頒獎給他 是 而且這個是很尊崇他的大獎 我覺得相當之高興 是吧 就是 香港 近年 兩極化 就是 做得道的藝人 不是很多 真的 是吧 就是 令人很尊敬 所以 早前 走了 廖啟智先生 是不是 所以就 這次 就是又提醒一下 我們香港人 就是這陣子就開心 就是那些奧運的運動員 香港 有好成績 第二 就是 又見到法哥 拿過獎 就是 法哥記載了我們一起 就是香港一起起飛 的東西 是吧 他有高低起落 我們見證過是吧 曾經法哥都自殺過的 大哥 你記得當年嗎 就是喝洗激性 就是他都有高低起落 人就有 人生就有很多這些 甜酸苦辣 到今天 法哥真的叫做修成正果 是吧 但是沒有人會眼紅於法哥的成就 只是每個人 是對於法哥 只會鼓掌 這種修為 真的我想 放著中港台 我想都沒有多少藝人 可以做到這樣的境界 今天先講到這裏 接下來的小米討論 繼續和大家討論